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美国近期市场跌到这么厉害的情况下 我们当然勇敢一点 有些最优秀股份是抄底美股 记住抄底这个字 各位朋友不要说 朱sir 说抄底要杀 不要这样 我作为抄底的意思 只不过是比较温和地去慢慢吸纳一些优秀最顶尖的股份 然后可能还要看一些东西 不要说三日缺胜负 起码看一季 我诚意地觉得可以参考或者考虑Apple 股票的名字是APL 我觉得最主要是精简来说主要有几个因素 第一来说它都符合了我所说的低PE 有PE range 看 然后跟着业务各方面的发展 或者增长都相当确实 以至在整体盈利的实力来说 或者研发实力来说都相当高的一个企业 我们就是说关于什么晶片或者出货量限制这些 其实Apple一直都在面对 好像Tesla都在面对 就是汽车芯片那些问题 但是我想说永远是龙头的企业 其实这些就不属于太大问题 因为很简单你可以想想 比如说好像是手机晶片 你觉得可能是手机晶片是所谓的供给商 你觉得那批货你觉得先给Apple 还是别怕得罪 一说一句你觉得先给Apple还是先给小米 我不想说 大家明白的算数 或者你说先给Apple还是给BCDE 免得针对哪一家 正常来说你当然先给Apple 所以你看到全世界最顶尖的企业 就算它明明整个行业都受着一个宏观的晶片困扰 或者整体的差异困扰也好 最顶尖的那家永远都不困扰 因为供应商先给了它 它是最大的客户 所以我觉得在整体来说 Apple我觉得可能不但不需要担忧这些东西 甚至可能它是受益者也不出奇 因为根据我这样推论的逻辑就是 厂商将所有东西给了它 给完之后就说 下一家就说不好意思我没有货 其实变成是因为这个晶片的供应短缺 是拖死其他的竞争对手 所以就不要常常将晶片这个方式 销到最顶尖的企业身上 就是觉得它的出货会放缓 我自己可以这样说 如果它出货也放缓的话 你其他对家出货会禁放缓的 变成整体我觉得它对它的担忧来说 相对来说不需要太有紧张 而最后一句就是Apple我觉得 是有很多长期的期权给你去搏 即是我们说期权是什么意思 即是说企业本身现在已经很可能 比如说有ABC 这些是这么确定的业务 只靠这三个确定的业务 本身已经是有一个价值的 然后这个企业 还要加一些长期饭票 或者长期的期权 因为期权要去到Mactura 才知道你赢不赢 在企业的期票里面也是一样 譬如说自动驾驶 或者是Apple Car 或者在元宇宙那里 或者是一些AI 那些这样的压注 现在未见到实现 但它现在已经在做了 那我们这就叫做长期期票 或者长期期权都要做 当一个企业本身来说 Forever PE 都可以是30倍 甚至是以下的时候 还要有很多的 所谓长期的期权饭票 变成了股份 在投资的价值里面 相对是回得多的时候 我觉得会有一个利用价值 还有说了这么多的说话 去到最后核心的总结 就是说我个人 我自己觉得 如果连Apple也不行的话 你觉得投资的其他PS 那些股票你觉得 你睡得着觉吗 是 所以在这样的看法 我觉得如果是美股的 如果是要利是的 可能看看可不可以赚到 美国人的利是 是的 利是股就是我们的时间点 比较短的 就是正月到第一季 第一季 你看到目标价 会大概去到多少 起码最温和 去乖乖地 去前例市高位 其实前例市高位 很有趣地 是说三个礼拜的前 两三个礼拜 尤其是二十个假日之前的事 其实就是大概180元 转一点的价位 我觉得就是说 总之一季 我们乖乖地 一季记住是三个月 而不是看三天 是的 我们就是说三个月 决一决胜负 看看可不可以乖乖地 就去前面历史高位 这个就是我们的目标 这个就是我们的目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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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